大家好 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一的早上 恒生指數暫時站穩在28588點上 即是突破2015年的高位 我預期今次第三次挑戰一定會站穩 市場方面關注港交所研究下調 或者取消印花稅 這是對股市來說特大利好作用 關注港交所向上突破 我有機會進一步挑戰250元的水平 同時要留意今個星期 星期五有邦1299將會出業職 短炒都是非常好的理想選擇